花蓮市一连三个星期举办的原住民部落狩猎记和感恩祭活动19号圆满落幕 市长温家贤表示老祖先的智慧要传承下来 施工所未来会持续和原民会配合推动族语组织还有文化传承事务 花蓮市从11月底开始一连三周利用周休二日办理12个部落狩猎记及泰鲁格族感恩祭等活动 19号中午在巴尔巴尔兰部落划下圆满据点 市长温家贤也在原型客帐将进行的陪同下 前往了太平洋公园出席参与花蓮市的最后一场狩猎记 并颁发活动补助金是由头目陈祥齐代表接受 那我们历经了这三周有感恩祭还有12个部落的一个狩猎记 那也都圆满完成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头目跟会长大力的在部落里面推动相关的文化 虽然今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有受到一些影响 像补鱼记跟我们的蜂猎记没有办法来做办理 但是狩猎记的部分还好大家疫情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让这些族人们可以来重新恢复办理狩猎记 那我们希望说让更多青年朋友返乡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办理狩猎记的相关目的 那过去老主动的智慧必须要有人传承下来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也能够深入部落了解部落 那未来我们公所部分也会持续的跟原民会来配合 推动各项部落的组织部落的文化部落的传承 巴尔巴兰部落族人还庆狩猎记 除了将猎捕道的鸟做红烧之外 还另外以树豆及甜豆蓬补汤窑 完全是以传统的原民风味呈现 市长威家贤也呼吁部落年轻族人 唯有生根部落了解部落 才能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市公所未来会持续与原民会配合 推动包括族语部落事物及文化传承 希望能唤起更多族人共识 返乡生根再相传 记者许丽琴 华联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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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